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欧洲 近日匈牙利老人阿格纳什·凯莱蒂迎来100岁的生日 那老人家呢曾经是女子体操健将啊 她也成为目前在世的最年长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 是的 虽然一生经历了不少的磨难和挑战 但是阿格纳什呢依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老人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上月底家人和朋友就开始为阿格纳什·凯莱蒂的百岁生日 组织各种庆祝活动 在这个年纪拥有健康亲情和快乐的凯莱蒂 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凯莱蒂一生的经历不亚于一部剧情曲折的电影 作为一名犹太人 他在纳粹统治期间侥幸躲过大屠杀 作为一名优秀的体操运动员 他赢得过十块奥运奖牌 其中包括五块金牌 而大部分奖牌都是在他三十岁以后获得的 当时与他同场竞技的对手年龄大多只有他的一半 凯莱蒂目前患阿尔茨海莫病 短期记忆不太好 但精神不错 充满活力 说起自己的生人愿望 凯莱蒂开玩笑说 护理员不让他做一字马的动作 因为不适合他这个年岁的人做了 所以他希望有一间自己的健身房 重新开始练体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